1 2 3 4 I want more It's close my world out of your door Oh yeah Oh yeah Oh yeah All right 即便你BMI就是說體重跟身高 這個比喻是正常的 可是呢 這樣的情況下 反而比那個很胖的人肚子粗 更不健康 那個鬆緊的程度 真的像爆神木的感覺 天啊 爆表 我們本身是比較肥胖的人的話 我真的建議大家多吃這種 纖維質高的 油脂量低的 礦質豐富的 油脂蛋白質好的食物 我們這個按摩油有什麼 神奇的地方 它可以幫你 活血 然後通筋弱 然後促進脂肪代謝 這樣買下來 大概一般民眾是會花到多少錢 應該是在300塊以內 300塊是大口 魚煎出來油的話 是很健康的油 這個油裡面有什麼你知道嗎 Omega 3 這個魚油就慢慢溢出來了 有沒有 這油裡面有什麼 Omega 3 在這邊沒有放到薑 蔥什麼都沒有 對啊 像香氣夠嗎 因為我們剛剛有什麼 Omega 3 對 來了… 在跳舞耶 再跳舞 我們要練習在細節裡 不要學你不開心 大家晚安 我是Kelina 我們都知道 肥胖是不健康的 可是有些人呢 看起來瘦瘦的 但某些不會特別突出 譬如說腹部啊 腰部啊 屁股啊 大腿啊 小心喔 這些突出的肥肉呢 可能隱藏了一些警訊喔 讓潘老師告訴你 沒有錯 台灣人的這個肥胖率啊 在亞洲啊 是第一名 好 那麼假設從男性來看的話呢 每兩位男性啊 就有一位啊 體重過重 那麼從台灣的十大死因裡面 來看的話呢 十項死因裡面呢 八項 跟肥胖有關係 所以看起來我們大概是 不太能輕忽身體過重 或肥胖這件事情 真的 所以因此呢 今天節目非常重要 要教大家怎麼吃呢 向肥胖說 拜拜 好 歡迎參與討論的專家們 大家好 還有嘉賓朋友 還有謝謝小哈 首先一開始 還是要問潘老師 我也是代表大家的心聲 就是 為什麼我會胖啊 我也很想我天天都不會胖啊 到底為什麼 為什麼哈孝遠要拖垮全台灣的人 我真的很希望 他們可以跟上我的腳步 像我一樣那麼FIT你知道嗎 你這樣叫FIT 你說FIT還是FIT 我在某些族群是FIT好不好 對 其實 匯胖還是一個最重要的觀念 就是 就是呢 你一天能夠消耗多少 跟你一天吃進來多少 假設說 我們今天嘴巴完全不忌口 那個 看到東西就吃 看到東西就吃 然後呢 運動的這個 消耗熱量的這個時間 又非常的少 這就會越來越胖 可是有人他就是一直靜 然後他也不會胖啊 對 像我這種有靜 然後有運動的人 為什麼 連呼吸都會覺得有點 還是胖了 真的 我也是這樣 還是胖了 你這邊喔 這邊我要跟你說 這確實就是人生下來不平等 為什麼呢 對啊 因為有些人的腸胃道呢 吸收很差 吸收很差 那這種人呢 叫做浪費國家糧食 真的 真的嗎 你知道嗎 我們就是 對 我們就是百分之百吸收 我們不想浪費任何一點點 可是剛剛老師又講了 你講的話我認同 是不是 你講的話我認同 你今天是開什麼肥胖俱樂部 對啊 但老師講了 十大死因有八項 是因為肥胖引起的 對啊 真的 這個還是很嚇人 要注意一下 所以我們還是要注意 可是你看你看喔 因為這個地方喔 也有所謂的 看起來胖 但實際不胖 也有這種人 也有這種人 比如說舉個例子來講呢 你比如說是呢 吃太鹹 吃太鹹通常來講 是水腫吧 是比較容易滯留水分 那但是呢 我們通常講的胖 跟水分是無關的 是 我們講的胖 主要是怕肥肉 即使我站在磅秤上 我若太重喔 如果我全部都是肌肉的話 目前科學界研究 這種人是活得最久的 真的假的 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來面對現實了 我們要請邱醫師 來幫我們揭曉一個 什麼神秘的武器 不知道 他現在被蓋住 我們現在講說 對健康最有危害的 其實體重倒不是主要的問題 而是什麼 脂肪 脂肪 脂肪是主要的問題 現在2012年 甚至醫學研究有發現說 即便你BMI就是 體重跟身高 這個比例是正常的 可是呢 這樣的情況下 反而比那個很胖的人 肚子粗 更不健康 對 所以我們今天就來 教大家 怎麼去測量說 你的肚子是不是有這個 脂肪堆積危害健康的危險 好 所以這個秘密武器 到底是什麼 請邱醫師幫我們揭曉 好 我們看到 有兩個東西 這裡面有兩個東西 來 大家看一下 這個很簡單 這個皮尺嗎 這是皮尺對不對 好 那個塑膠片是什麼 小朋友巧連製吧 對 這個很像畫那個圓 還是什麼之類的 對 這個是皮尺 大家都可以很清楚知道對不對 對 可以幫助我們測量什麼 腰尾 腰尾 可能量不到他 你那個皮尺怎麼 所以這個有三條嗎 我們為了小哈 可能要別三條 我需要那種量神木的好不好 對 那這個呢 很像一把槍這個東西是什麼 對啊 夾肥肉的 對 這個叫測皮下 好殘忍喔 皮下脂肪 等一下你們今天要玩那麼大 就對了 那這個皮下脂肪 是要測哪裡的脂肪 通常我們剛剛不是講說 腰圍對健康的危險性 危害是最大的 所以我們這個可以幫助大家測量 手臂的也可以量對不對 手臂可以量 手臂可以幫助我們知道說 你有沒有手臂 皮下脂肪堆積的問題 對 但是我們今天講健康嘛 所以我們比較在意的是 這個腰圍 對健康的影響 邱恩師我可以 不好意思 拜託你這件事吧 每一次在講 就是腰圍還有健康危害的時候 你都一直看著我 可以盡量不要嗎 沒有啦 攝影機在那邊啦 其實有側眼有瞄我一下 有啦 那我們就 第一位受型人 我們就邀請小哈 我啊 我這種壓軸的一定要 好 那就來吧 不要先嗎 直接來吧 沒關係 對啊 就直接來啦 對啊 Vicky姐不好意思 這一條 Vicky姐 那我有心理準備一下 那我有心理準備一下 等一下 你要露出來 等一下 那我們有心理準備 沒關係 我裡面還有一些 你怎麼穿那麼多啊 你是Baby啊 你是穿束褲嗎 我覺得你好像小叮噹 因為你是藍色 像他這樣吸氣呢 這個就量不到真正的腰圍了 我沒有在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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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樣放鬆 你可以快點 我的臉有一樣 他是穿梭的衣 你這樣 你這樣 這個就對了 你這樣憋氣 你這樣憋氣 你會變不入味 你可不可以不要講話 講這麼久 邱醫生 那我也要先跟大家講說 正確的量 腰圍的量法 那一個是什麼樣 那一個不夠長 絕對不是吸氣對不對 對 絕對不是吸氣 而且一般人以為說 要量肚臍這個腰圍 其實肚臍的高低 每個人不一樣 所以呢 我們要記得 我們這裡有肋骨對不對 肋骨的最下緣 到這個 我們講這個叫寬骨的最上緣 中間的這個中點線 那是兩個的中間對不對 肋骨下緣 跟寬骨的上緣 這個中點線 然後我們繞一圈 我找不到肋骨 那也是在肚臍褲子 我找不到肋骨 跟寬骨在哪裡 找不到肋骨 不要這麼大力 好 大概 這裡是寬骨 我真的摸不到嗎 對 大概在這裡 那我們要平行地面 平行地面的時候呢 要記得這個 鬆緊的程度 真的像爆神木的感覺 誰准利調戲醫師了 你看 不夠 不夠 現在還不夠嗎 那我再告訴你一件事 我現在還在吸氣 你呼吸啊 天啊 爆表 這個 不是 你們有誠意一點 那麼長一點好不好 沒有 邱醫師 你直接夾他肥肉就好了 這個一定 已經100公分了耶 100公分還不夠 一定有100公分以下嘛 對 讓我們知道 女生超過80 男生超過90 可是他這麼高耶 他的身高 對 所以現在有一種做法 叫 對 身高的比 但是我們今天教大家 你直接夾他肥肉啦 所以我們現在就略過這一點 腰圍的這個我們在別集 其實有做過 教大家怎麼樣 看自己的公分 好 我看到他我就安慰了 那我們放鬆 把這個皮上來捏起來 然後夾子 這個要長到最大 最大了這麼多 你不要覺得那麼多效果 小醫師 我嚇到人家 大概就是最大的 還沒還沒 你要再用力小一點 再用力一點 再用力一點 你夾到幾 夾幾一點 手 爆炸 對 對 腳 他笑原你臉色發紫了 腳好流血都沒關係 這樣是幾公分啦 我要笑死 已經到6.5公分 6.5公分 臉色都發紫了才6.5 你這個吸氣也沒用啊 導播可以戴一下這個數字嗎 導播戴一下 對 差不多 你們要差這麼多的範圍 這麼寡 大概平均到7公分左右 對 7公分左右 OK 好 那這7公分代表什麼 流汗 你看 我們 你好熱喔 滿頭到汗 你兩兩一個沒有啊 剛剛誰說 要把攝影棚的機關小 所以這個 這個數字代表什麼對不對 基本上來講 大家要記得 如果皮下的脂肪呢 我們剛剛測出來 超過4公分 就表示皮下脂肪過多了 4公分喔 那我要給大家講 像校園這樣的話 他皮下是有脂肪的 是 那這種脂肪呢 其實對校園來說 這樣反而不是不健康喔 為什麼 他的脂肪是堆積在皮下 代表他 真的假的 真的假的 這樣 對 所以一個人如果測出來 皮下沒有什麼油 可是腰圍卻很粗 代表都是內臟的脂肪 那這樣的情況下 對健康人家反而更危險 他的意思說 你這邊看起來如果大大的 但是因為公分數也成正比 對 反而內臟裡面 沒什麼脂肪 沒有...不一定 你內臟還是有可能沒有脂肪 會不會我這裡脂肪也多 內臟更多呢 那是有可能的 沒有 這個我們順便補充一點 如果沒有這個皮脂肌 其實各位觀眾在家裡 自己也可以測試 就是叫 就把你的拇指跟食指 當作這個皮脂肌 掐掐看 所以要掐這個 對... 比如說拇指跟食指這樣 壓住對不對 掐住 然後把它拉出來 拉出來的時候這個距離不要改變 有變少喔 對...這樣有沒有 差不多也是六七公分 一拉 然後就出來 是...這樣簡單的測量 等一下 你不要假的 你剛剛明明是這樣 你剛剛明明這樣 一拉...拿出來 一拉... 沒有...我不是這種人 我一拉就差不多就這樣 真的假的 這樣子好像有四公分 還是不要亂掐好了 是...不要亂掐 對...要面對 我真的... 不要啦 撤你就差不多了 撤我就好 看一笑 我有生四個 對啊 謝謝小哈 這個身體還是要注意啦 謝謝也犧牲 不會吧 好不好 這個脂肪的地方 我們大家都可以定期的測試一下 這個...我們剛剛講到這個 這邊的脂肪啊 其實這邊的脂肪 代表的是不同的身型 有這個側邊腰包型 懷孕三個月型 還有從胃突到小腹 連成一大肚 就是專門指的 就是這一邊 就整個是這樣 這個其實就是... 我大概是第三個 對... 胃突到小腹 整個肚子是一圈這樣子 整片 對...這個就是代表說 我們肚子的肥胖 還要看它 脂肪堆積在哪個部位 比如說側邊腰包 代表側腰這邊 脂肪比較多 對... 那如果懷孕三個月型 它下腹比較... 補起來比較肿脹的現象 那第三種就是整個腹部 像Vicky所講的這樣子 對... 整個... 對... 接下來呢 我們就講到這個減肥 或是減脂肪啊 就要促進新陳代謝的潘老師 我們這邊有列舉了四種好的食物喔 因為我們在代謝的時候 需要蛋白質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出現 所謂的優質蛋白質 所以現在我現在就跟大家強調 所謂的優質蛋白質 就是說你拿得到蛋白質 但你拿不到飽和脂肪 拿不到膽固醇 拿不到其他一些壞的東西 則稱之為優質蛋白質 那所以在這個地方 你看到優質蛋白質 有好幾個 第一個豆類就是優質蛋白質 是... 然後海帶也是優質蛋白質 海帶有蛋白質啊 是喔 我跟你講喔 一般的植物 一般的菜喔 蛋白質的成分佔 總重量的2%而已 所以很低 對不對 很低 海藻類可以到30到40% 非常高對不對 所以我們才一直特別 要叫大家吃海藻類的食物 是 然後呢 海鮮也是優質蛋白質 所以因此呢 我們真的要減重的時候呢 其實我們最重要的 不是像坊間所講的 降低蛋白質的... 不 降低澱粉的攝取量 我覺得不對 應該要 因為油質實在是太多 但優質蛋白質要進來 再來就是它的 維生素礦物質要多 因為我們非常多的酵素 在身體裡面 促進新人代謝的這些酵素 都需要金屬離子當作輔酶 做COVID-9 那這些金屬 就是說這些所謂的礦物質的 這些輔酶呢 存在哪些地方呢 存在海藻類裡面非常的多 還有當然大蒜裡面也很多 大蒜這種所謂果實類的東西 也很多的所謂的這種礦物質 那當然海鮮其實礦物質也多了 非常特別的 海產類的礦物質 因為是在海裡面來的 所以因此它的礦物質也特別的多 然後再看喔 它的纖維值也很高 你像這個海帶的纖維值非常的高 對 對不對 然後豆類的纖維值也高 你豆渣不要濾掉 纖維值也很高 另外你像這個大蒜呢 本身還可以什麼 發汗促進血液循環 有沒有 增加代謝 它也可以增加這個新陳代謝 所以我們平常如果假設 我們本身是比較肥胖的人的話 我真的建議大家多吃這種纖維 所以質高的 油脂量低的 礦物質豐富的 油脂蛋白質好的 所以海底的植物都可以多吃 但是接下來呢 郭師傅要做的呢 都不是這邊的食材 是一個神秘的食材喔 歡迎郭師傅 大熟悉小燈大時間到 到底是什麼樣的神秘食材呢 請派老師幫我們介紹 對 剛剛我介紹的四種食物裡面 有個大蒜嘛對不對 大蒜是屬於是香辛類的 香辛料的食物 對 所以我們這裡面 也是個香辛料的食物 而且它吃下去就可以 促進血液循環 能夠發汗 真的啊 能夠增加新陳代謝的 什麼呢 然後呢 味道又很香 什麼咧 什麼咧 快喔 收汁了對不對 我們直接就把辣 這個收汁收得很漂亮耶 這個有辣 好美喔 再來 把香菜再把它加進來 它這次用杏鮑菇是對的 因為杏鮑菇的熱量滿低的 對啊 有沒有 完成了 我們這裡面也是個香辛料的食物 而且它吃下去就可以促進血液循環 能夠發汗 能夠增加新陳代謝的 什麼呢 然後呢 味道又很香 什麼厲害 什麼咧 肉桂 肉桂 對 不是辣椒粉喔 不是 我剛剛欣喜以為是辣椒粉 不是 你不要小看肉桂喔 美國農業部做的研究 是 它說呢 只要在食物裡面呢 你在吃的時候能夠加進去 四分之一到一茶匙的肉桂的話呢 就可以讓身體脂肪分解的速度增加 好 而且效果還不錯呢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用這個食材喔 那師傅 我們要帶來的 什麼樣的肉桂料理 那我們今天就來做一道 肉桂杏鮑菇 對啊 搭嗎 杏鮑菇 杏鮑菇要配就是胡椒鹽啊 沒有...我跟你講 今天把它做出來好像一個 辣橄欖的那種感覺 辣橄欖 對 辣橄欖我們吃零食有沒有 那辣橄欖那種感覺 好不好 辣橄欖不太熟 很難想像啊 對啊 所以一個杏鮑菇可以這樣做 好 那我們馬上就來啦 好 那杏鮑菇呢 我們這邊直接給它切滾刀塊 滾刀塊喔 因為橄欖它本身的一顆 大概是這麼大嘛 對不對 小一點 好 那現在這邊呢 你說出來會很像... 很像辣橄欖 對啊 不用放油喔 你沒吃過嗎 先不要放油 先開火 新鮑菇用那個乾煎的就可以 對 這麼厲害 把那個乾煎的那個... 把那個香氣先炒出來 香菇香氣先把它逼出來 好 那這邊把它切一切 那直接呢 我們把它蓋上鍋蓋 蓋鍋蓋會比較快一點 比較快 它會出水耶 然後等一下會被你吃 有點金黃色 把它等一下的水分會出來 水分會出來 它油脂帶出來以後呢 它這個杏鮑菇就非常的香 先把它香把它帶出來 好不好 OK 那這邊呢我們也用到什麼呢 來 若桂粉 還有辣椒 辣椒 辣椒就讓它有辣感 那種辣的感覺 對 然後這邊呢還有黑糖 紅糖 黑糖跟紅糖都要加喔 對 因為呢 兩種糖的糖分甜都不一樣 是喔 來製造出那個整個香 好 再來還有蒜末 還有蔥末 等一下還有香菜末 等一下呢 下一燒出來那種橄欖 辣橄欖那個味道就出來了 因為蒜也可以提升新陳代謝 所以這道菜應該滿厲害 對 比方這邊呢煎了 大概要煎了三分鐘 對 那要等它有蒸氣嗎 對 現在等它有蒸氣 我們再翻一下 對... 我要問一下那個中醫師 這個肉桂粉 在中醫上有沒有什麼其他的 它功用非常的大 像我們中醫有五臟嘛 心肝皮肺腎 那這個肉桂呢 它除了肺腸沒有進去保護以外 它其他四臟都保護到了 對 心肌胃腎都有 對 還有肝肌有 所以今天我們 譬如說如果到了秋天 有的人心臟開始無力了 或是女孩子四肢末稍會冰冷 或是下腹腔 像剛剛我們邱醫師的那塊代賣 有的人下腹腔女孩子 就會覺得悶悶的不舒服 那這個肉桂呢 它就可以幫你 我補充一下 肉桂最近有一些醫學研究 就發現說這種肉桂的萃取物 如果呢 在我們的食材當中添加的話 會產生兩個效果 它對於減肥是經由兩個效果產生 一個是它會 什麼是胰島素敏感性 什麼是胰島素敏感性 我們知道肥胖的人 就是因為胰島素大量分泌 然後它血糖 無法進到我們的細胞裡面 那胰島素大量分泌 就會導致一些 脂肪合成的一些增加的現象 所以就會導致肥胖 那如果讓一個人的 胰島素敏感度增加以後 他不需要分泌那麼多 胰島素 血糖就會下降 那這樣就可以改善這個肥胖的分泌 可是有些人會怕肉桂的味道 對 我就要說 其實有時候加太多 像我之前喝咖啡 就像Vicky姐剛剛講的 你加那個肉桂粉 我有時候貪心加太多 一杯有夠排泌的 肉桂的味道太重 太濃了啦... 那不就正好嗎 你喝不下去就正好減肥 金黃色喔 那現在你看 我們現在整個 鮮包裡面變成金黃色對不對 把香味完全滴出來了 再來我們直接 又拿這個醬喔 對 醬醬先存出來 醬食要另外加喔 對 再來我們現在呢 加一點點的油進來 蒜頭先進來 有點香的這道菜 對啊 蒜頭 還有辣椒 有沒有吃很辣 有 真的假的 我們都是辣喔 潘老師笑不出來 促進新陳代謝 這辣椒切好細 辣椒好難切末 不會啊 就... 你怎麼都馬會啊 鬆鬆鬆巧就好了 我們就真的不會啊 現在有一種機器 放進去又拉的 它就會... 把它那個攪碎 對啊 來 辣椒炒製過以後 它的辣度會降低一半 真的嗎 我都覺得炒的時候 辣會被炒出來 沒有... 你現在... 生辣椒吃了會比較辣 炒過了熟成以後 它會比較... 沒有那麼辣 很好吃 我好喜歡喔 奇怪 我們三個都開始了 對啊 我們在脂肪都堆積了 真的 來 把它辣味把它炒掉 沒有 因為辣會下飯 所以我們可能... 對 因為你剛剛是生辣 現在是熟辣 而且那個整個香味會降低 來 再來 水大概加兩百克這邊 大概一碗 一碗的水量 對 一碗的水量 好 那黑糖這邊兩大匙進來 黑糖兩大匙 那砂糖這邊一大匙進來 再來呢 肉桂呢 肉桂 肉桂 三分之一的 三分之一... 但不能太多了 太多的話 那個整個味道會像你所說的 太重的話它不好...不好吃 那個肉桂香好濃喔 真的... 肉桂香好濃喔 好 我試一下味道 像肉桂捲的那個... 你想...你想試嗎 很像 我願意 很香耶 吃看那個味道 很爽 好肉桂喔 好肉桂喔 但是又甜又辣 對 等一下就好像有點感染 那種辣感的等一下 很妙 這太妙了 它這個濃郁度出來的時候呢 更好 我不知道 我覺得有點可怕耶 那再來呢 這邊呢 我們就把它倒進來 三隻還沒切耶 對 還沒切 沒關係 你要慢慢收支 對... 你看...我思思中 現在都懂了 對啊 我以前都不懂的 好肉桂喔 對 很肉桂喔 因為你要把主題把它做出來 但是呢 你不能過多 過多會苦 要注意 那在家裡放的話 不管乳東西的話 或是呢 因為我們有時候 乳東西啦 會加點肉桂 或是五香粉 它跟肉桂跟五香粉 它一樣 不能放太多 太多的話過會苦 要注意這一點 好 好 那現在我們白芝麻一點上去 你們離那麼遠也咳嗽 留一點喔 我們等一下灑上面的 對 那為什麼現在就要入芝麻 芝麻讓它進去呢 芝麻的香味呢 完全融入在裡面 對 它這次用杏鮑菇是對的 因為杏鮑菇的熱量滿低的 好 那香菜呢 跟我們肉桂是不是一體的 是 很合對不對 我不知道耶 是嗎 很合 反正你說是就是 因為肉桂 所以它因為有加糖 所以它會稠稠的感覺 對...等一下會有連稠出來 剛剛不一樣了對不對 又沒什麼肉桂味了啊 對啊 有點像烤肉醬的味道耶 就是有... 甜甜的 甜辣醬 那等一下呢 甜味是哪來 我們剛剛加了很多糖 對 那剛剛糖還沒濃縮 其實的話 是不是 那個整個味道跟現在 完全是不一樣了 現在更香 更順口 對 好 那現在快要收汁了對不對 我們直接就把辣 這個收汁收得很漂亮耶 這個有辣 好美喔 再來把香菜再把它加進來 香菜加進來 它這個香氣要放滿多的 這個顏色真的扒得很漂亮 扒起來 你看有沒有 有 香菜進去水 那個味道很大 好 那現在已經好了 所以倒菜呢 這吃起來很過勻喔 好厲害喔 這你自創的啊 郭忠祐 很香耶 都要去想啊 它要撒一點芝麻 再來呢 芝麻一點進來 漂亮啊 有沒有 完成了 拍到嗎 好香喔 對啊 好吃耶 烤肉醬的味道 好好吃喔 烤肉醬啊 就是這種甜甜的 對 然後辣辣了 對 可是它又不會死鹹 對 現在西方很流行用這種菇 來代替其他的食材 當作減肥的料理 為什麼呢 因為菇裡面喔 第一個 膳食腥味非常的豐富 然後裡面又有好的這個 植物蛋白 還有一個 馴菇多醣體 它本身有 調節免疫的作用 所以對健康對減肥 都有很大的好處 而且杏毛豬其實本來是 我覺得是沒什麼味道的 可是這個味道一加上去 杏毛豬變得像肉一樣的美味 但是你知道有一點失誤 就是下飯太好了 我怕我吃這個會 多吃兩碗飯 好 接下來呢 吃完了好吃的 中醫師要來教我們 怎麼樣提高 身體的代謝率 再來中醫師教我們之前呢 我要先幫女生們問 因為女生都覺得 下半身肥胖很多是水腫 就是濕氣很重嗎 其實水腫呢 濕氣是其中一個病氣 你可能有堵塞 就我中醫講的血淤 那你有可能有熱啊 所以你不能只去濕 所以你要看你有沒有摻雜其他的 那其實這個假想好像有點懸 很簡單 你看你的 我們這個按摩油有什麼 神奇的地方呢 它可以幫你活血 活血 然後通筋肉 通筋肉 促進脂肪代謝 這樣買下來大概一般民眾 是會花到多少錢 應該是在 裡面 一大口 這邊就是一個骨頭嘛 對 那你就可以從下這樣輕輕的 一直往上推 推到這一點 它叫我們的英靈 你光按這裡我就痠了 這個皮筋除了說可以去濕氣 它其實對我們的新陳代謝都很好 水腫濕氣是其中一個病氣 你可能有堵塞 就我中醫講的血淤 那你有可能有熱啊 所以你不能只去濕 所以你要看你有沒有摻雜其他的 那其實這個假想好像有點懸 很簡單 你看你的排便就好了 今天如果說你是 肚子大大的下半身 你覺得它種種的 但是你會便秘的時候呢 那麼你夾雜就是一個火氣大的體質 那你不可以只一直濕水濕尿喔 到時候你就便秘更嚴重 那當然如果你便秘越排不出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加重一些食物的吸收 所以在你去濕氣的時候 你同時要通便 那當然如果說您是那種 一天到晚拉肚子 然後你會覺得你好胖喔好腫喔 下肢都很痠症 那全身從你的肚子從你的消化到 通通都是濕氣的話 那當然就可以單純的去濕氣 所以如果一直拉肚子的話 還不瘦的話 就是濕氣很腫 濕胖 對 這一組人就叫做濕胖 那又 就是有濕氣重 可是你又便秘的人呢 那叫做濕胖 對 但有一種人呢 他好辛苦喔 一下便秘一下拉肚子 所以變成說 我還在想說 我好像也有點這樣 有時候 就是可以很多天都不大 但有時候又 又很 對 那就大腸肌躁症 這有點不一定 所以病人就會說 那我到底要什麼時候吃什麼 那你就要看 你在拉肚子的時候 我們開的藥就偏 去水氣比較多 那如果你在便秘的時候呢 潤腸通便的藥就要多 對 了解 所以接下來呢 中醫師呢 要來教我們提高 這個新陳代謝的方法 我看到這邊有這麼多東西 對 我們這是在家裡面 自己就可以做的一個 按摩油 對 那基本上很簡單 你就買一個呢 像這種的 浸泡的這種桶子 這玻璃罐也太大了 對啊 感覺很像是要釀藥酒 對啊 所以我們這個按摩油 有什麼神奇的地方呢 它可以幫你活血 然後通筋肉 然後促進脂肪代謝 那這個呢 這個油呢 你可以用你家裡所有的油都可以 所以就是去化工廠買 一桶油這樣 對 或者是你想要說 你的皮膚比較滋潤的話 你就可以用 哇塞 這一罐這樣釀起來可以 好香啊 用多久 我跟你講喔 你用按摩起來是很快的喔 真的嗎 可是我覺得這就好香喔 好香喔 所以譬如說女生喜歡去油壓的話 就可以 對 你就可以泡這個 自己多度油給他 帶去 然後給他油壓 對 然後他就可以幫助新陳代謝 跟去 真聰明 真的喔 那這一排的中藥呢 就是我們用來促進血液代謝 我們叫做活血化瘀 好的 所以只有孕婦不要用而已 孕婦不能用 對 其他人都可以用 活血化瘀的這個 對 窈條素生油 那有的女孩子呢 越青台的時候會驚痛 或是你可能有一些婦科的腫瘤 也會造成你肚子覺得好大 我們這也可以在這邊按摩 那這個有沒有比例啊 這個有 就是我們有一個劑量 是 對...就按照我們那個 可能有的一錢啊 有的一錢 那這個就叫紅花 我想我們的... 紅花我知道 我看這個完了 紅花孕婦也不能吃 外面的人絕對不能碰到 對... 小主他加了一些紅花在你 要讓你小產的東西 很貴的喔 什麼 他加紅花 對不起 沒關係 紅花很貴喔 其實紅花對心血管很好啊 對血脂肪 體脂肪都很好 對 剛剛那個 因為到家去已經非常貴了 所以運出貨很貴喔 很貴喔 所以這邊的藥材就是... 這是穿紅花 這是穿紅花 所以不用太貴 穿紅花就很貴 然後這是單身的 紅花也是有很多種的 可是這樣子 那我問一下 我們這邊這些藥材啊 這樣買下來 大概一般民眾是會花到多少錢 應該是在300塊以內 300塊這大口 金油耶 金油耶 對啊 藥材300塊 沒錯 那這個呢 我們就可以來消脂 好 就是我們荷葉 大家吃荷葉的蛋 荷葉是消脂的喔 所以我們這些呢 所有的藥材跟那個 它的重量 我們都會 大家可以上我們的那個 不要現實不開心的Facebook 快一點公開 讓大家知道 大家不是很怕水氣嗎 這個摺蟹就可以消水腫 所以它每個都有它的作用 那有時候瘦下來的時候 你會有橘皮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呢 還是要加點白紙 還可以美白 太神奇了 這一瓶 然後這是桂枝嘛 就剛剛講 它有肉桂的作用 然後它可能比桂的肉桂還 那個效果小一點 但是沒有關係 好漂亮喔 對... 所以這樣子全部放進去 當龜 對 補血 然後身體也可以滋潤 那這個補骨子呢 對我們男生女生的那種 生殖系統都有幫忙 這個是補氣的 要放多久才能夠... 半個月就可以用囉 半個月 那你如果要再久一點 我們可以就是說 我們先... 記得用我們半個月倒出來 那你就再泡嘛 泡越久 一定是越有功效囉 這樣子你就讓它放著就好了 來 我們這個 這個狀藝師這邊有一個 已經有泡 對... 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就可以用來按摩 那你也可以呢 我們可以聞一下味道嗎 我們也不期待 就想拿起來聞了 對啊 這很重要耶 真的啊 而且感覺就是有點那種 膏藥的味道 我聞到...這樣你聞到 我很久喝上了 真的...滿好聞的 真的很像就是貼那個 就是有貼藥膏的味道 那你自己可以添加 你喜歡的精油都很好 所以這個之前 我有問一下這個莊醫師喔 之前人家就是有說 有一些什麼敲... 什麼膽筋啊 刮什麼乾筋啊 這些東西的 是可以瘦大腿跟排水的 我想呢 這個大概就是可以促進循環嘛 因為真正中醫來講的話 你說要消水腫 或者是那個... 我們都是以這個皮筋啊 或是我們的這個 下腹腔的這個穴道 汽海官員為主 這個比較可以補充我們的 提高我們的荷爾蒙的這個分泌量 這個我們的皮筋呢很好找 你可以找你腳的內側 那這邊呢有一個骨頭 你就沿著骨頭的邊邊 從上往下推 你會發覺你非常非常的痠 真的啊 那我們就用這個... 這個窈條素生油 對... 來按囉 好啊 這要請兩位都要按是不是 那我們就來... 來Vicky姐身上來做一個試斷 那非常的簡單 大家再看 這是我們小腿的內側 然後這邊有個內懷 內懷的骨頭 最凸的那個骨 腳滑也有個骨頭 那這樣旁邊呢 這邊就是一個骨頭嘛 對 那你就可以從下這樣 輕輕的一直往上推 推到這一點 它叫我們的衣銘球 你光按這裡我就痠了 那你剛剛那個油呢 你就可以... 如果說你可以把到 裝到這種滾珠片裡面 滾珠的片子 也很方便 分裝也滿方便 那就可以這樣 那你應該會覺得有一點痠 這樣的感覺 對... 所以是這個最凸的骨頭 的旁邊開始按 旁邊的肉就對了 對 然後沿著這一整條往上按 那因為你看 有點輕微的靜脈曲張的話 你要回要往上推 要往下 因為它的經絡是從下往上走的 所以當你要促進循環 你一定要往回推 那甚至你也可以油塗上去之後 你可以按摩這個小腿肚 就可以從下... 從下一次往上按 那甚至按完之後呢 你可以用保鮮膜把它捆起來 這樣會瘦小腿就對了 對 會讓它修飾 對 你可以常常按摩 這個皮筋除了說可以去濕氣 它其實對我們的新陳代謝都很好 有靜脈曲張的人也可以這樣按 對 可以這樣用 對 他們一整天 對 就是附近下半身的新陳代謝 塗在我們的剛剛測量 那個體脂肪的這一區 叫做我們的代賣嘛 我們有同學啊 他就講得很可愛 他就說他把油塗上去 他就這樣...抹一抹... 他也沒幹嘛 結果他是一個大概六十歲的 老太太很可愛 他就說 他一個月之後 他的褲子竟然可以 真的假的 舊的褲子可以穿的 他就可以幫你 所以他體重沒有削很多 他是要怎麼樣 皮脂醬惹 然後緊實 那這樣等一下那一桶 就給那個小哈帶回去 真的耶 我已經打到 我已經A了一個滾珠了 很好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用 滾珠應該不夠用了你 對 但為了這一段的那個收視率 我先不用 先不要露出 那時候可以拿回小肚子 好的 謝謝中醫師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 另外一個神秘的食材喔 大廚師法分開 時間就到了喔 而這次是什麼樣的神秘食材呢 潘老師 對 剛剛我們不是介紹了 四種很好的食材嗎 其中第一樣是海鮮類 對 所以因為海鮮類裡面 有優質的蛋白質 是 所以現在在這個鍋子 蓋子底下呢 也是一個海鮮類 也有優質蛋白質 真的 而且我們經常... 這已經有海鮮啊 對啊 但這個也是好東西 這個也是好東西 但這個呢 可以出現在所有的這個菜裡面 因為它尤其是 煲湯的時候常用 那就是... 鯊魚 我們一旦吸收了氨基酸以後 身體會產生一個反應 叫做什麼 生糖激素啊 會分泌 生糖激素是什麼意思 生糖激素事實上 就是把你的血糖 上升的一個激素 它呢 為什麼會生糖呢 因為它主要就是燃燒脂肪 魚捐出來油的話 是很健康的油 這個油裡面有什麼 你知道嗎 Omega 3 這個魚油呢 就把它塗出來了 有沒有 這油裡面有什麼 Omega 3 在這邊呢 沒有放到薑啊 蔥了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耶 對啊 這樣香氣夠嗎 因為我們剛剛有 什麼 Omega 3 對 來了... 在跳舞了... 那甚至按完之後呢 你可以用保鮮膜把它捆起來 這樣會瘦小腿就對了 對 會讓它修飾 對 那你可以常常按摩 這個皮筋除了說可以去濕氣 它其實對我們的新陳代謝都很好 有靜慢曲張的人也可以這樣按 對 可以這樣用 對 他們一整改善是不是 對 那裡面也可以把它 因為它塗在我們的 剛剛測量那個體脂肪的這一區 叫做我們的代賣嘛 我們有同學啊 他就講得很可愛 他就說他把油啊塗上去 他就這樣這樣這樣抹一抹... 他也沒幹嘛 結果他是一個大概六十歲的老太太 很可愛 他就說他一個月之後 他的褲子竟然可以 真的假的 舊的褲子可以穿的 他就這樣塗那個油而已 對 他體重沒有消很多 他就怎麼樣 體脂降惹 然後緊實 那這樣等一下那一桶 就給那個小哈帶回去啦 真的耶 我已經拿到 我已經A了一個滾珠了 很好 所以你也可以這樣用 因為你滾珠應該不夠用了你 對 但為了這一段的那個收視率 我先不用 先不要囉 對... 我已經當了小肚子 好的 謝謝中醫師 接下來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另外一個 神秘的食材喔 大廚師傻根班 時間又到了喔 而這一次是什麼樣的神秘食材呢 然後潘老師 對 剛剛我們不是介紹了 四種很好的食材嗎 其中第一樣是海鮮類 對 所以因為海鮮類裡面 有優質的蛋白質 是 所以現在在這個鍋子蓋子底下呢 也是一個海鮮類 也有優質蛋白質 真的 而且我們經常... 這裡已經有海鮮啊 對啊 但這個也是好東西 這個也是好東西 但這個呢 可以出現在所有的這個菜裡面 因為它尤其是 煲湯的時候常用 那就是 鮮魚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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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鮮魚片有 這個可以提高新陳代謝 還是什麼的好東西呢 主要就是利用鮮魚當中 它裡面有蛋白質 那蛋白質燃燒以後 分解之後變成氨基酸 那為什麼說氨基酸 可以促進新陳代謝呢 你知道這有一個生理現象 我們一旦吸收了氨基酸以後 身體會產生一個反應 叫做什麼 升糖激素會分泌 升糖激素是什麼意思 升糖激素事實上 就是把你的血糖 上升的一個激素 它為什麼會升糖呢 因為它主要就是 燃燒脂肪 對 那它的效用跟腎上腺素 有點類似 所以呢 可以促進一個人的新陳代謝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說 這個氨基酸呢 它能夠升糖激素上升 有一個前提就是 你不能讓它先分泌出胰島素 什麼意思你知道嗎 就是說如果你先吃著 米飯麵食的東西 這種含糖的這個飲食 結果呢 胰島素先分泌以後 你知道嗎 它就會回來抑制 不讓升糖激素分泌 所以大家保衛一個原則 我如果要吃氨基酸 來藉由氨基酸燃燒脂肪的時候 一起吃 聽懂我這意思嗎 對 是這個道理 不能降喔 對... 這樣才能達得到氨基酸 幫助燃脂的效果 對 所以師傅 我們今天要用這個 柴魚做什麼樣的料理呢 這麼簡單 就這麼簡單啊 你會做一個 你會做一個大片的鮭魚 沒有...因為本來是要 單純來炒這個豆芽菜 但是呢 因為這個鮭魚來講的話 把它的煎出來 不是 魚煎出來油的話 是很健康的油 用它來炒豆芽菜 增加它的鮮味 會增加營養 你知道嗎 我先講的... 我先講先贏的 好 那現在呢 魚呢 我們現在直接呢 就把它的骨頭 先把它去除掉 去骨喔 對 去骨 好酷喔 所以你只要拿到它的油 炒豆芽菜 肉不吃 肉...要下去... 嚇我一跳 肉不要 我就蛋回家好不好 潘老師 這個蛋白質啊 怎麼講不聽 一定要蛋白質啊 對啊 真的 對 潘老師 不一定要吃海帶的 吃點鮭魚也好 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是要用它的油 來炒這個豆芽菜 那魚 我知道 可是為什麼是柴魚片呢 它感覺就是你知道 已經乾燥了 已經感覺沒有什麼營養價值 不...它乾燥主要是保存容易 對 因為你如果吃得很容易腐敗 來 鍋子裡面呢 我們不要放油 那直接呢 我們要產生那個 整個鮭魚的自然的油出來 等一下我們再來炒豆芽菜 當然呢 我們現在稍微把它蓋上鍋蓋 那再來最困難的東西 要切的東西由你來 好的 我們這邊還有木耳 還有鮮香菇把它切成絲 你說只要絲喔 你把它切成一片一片就好了啦 你的絲的定義也是這樣子吧 本來是要剖開啦 那我這邊慢慢煎呢 煎是魚的香味出來 它油等一下會再一直逼出來 好難切喔 你看 現在十幾雙眼睛 在盯著你看喔 這樣很不錯了吧 我覺得很美啊 很棒 來 這邊來 好了 我覺得兩顆就差不多了 很難切 你那個魚要那麼久嗎 魚肉... 有魚肉要有點嚇到一點 再來呢 我們現在放開看看 整個魚油就慢慢逼出來了 有沒有 有 再把它翻一下 翻一下呢 這邊呢 也讓它煎成金黃色 對 真的有恰恰喔 對 好 再把它蓋起來 它香味更濃一點 但是火不要太大 我們小火現在慢慢煎就好了 好 但這個油是好的油對不對 好的油 這油裡面有什麼 Omega蛋 很好 等一下先第一碗出來 給他校園吃一下 講那個出來很威耶 可以啦... 好... 不早講 我早就好了 這樣就好了 來...直接呢 然後這邊來 好 切得很棒啊 那現在魚呢也煎好了 來 你看裡面的油有多少 裡面的油都非常的多 超多的 超多的 我的媽呀 Omega 3好多 Omega Omega Omega有分很多種 然後現在我們把魚肉 先把它取出來 魚肉先取出來 來 我們等一下呢 又起鍋說這碗 來 對 330 Omega 3的100倍就是43 好 我們現在用這些的油呢 這麼健康的油呢 來爆香 包括什麼的 來 香菇 還有 末耳 末耳吸進來 先把它爆香 你厲害耶 你真厲害 阿神 顧色好 把它香味把它煸燒出來 等一下這邊沒有放到薑 蔥什麼都沒有 都沒有耶 最主要 對 這樣香氣夠嗎 對啊 等一下吃到你就知道 因為我們剛剛有什麼 Omega 3 對 那整個香氣就出來了 我們現在很像盛戰 可是Omega 3沒有香氣 對啊 Omega 3沒有香氣 魚的香味有沒有 有 是不是Omega 3對不對 在裡面 但是不是Omega 3在香 是魚在香 你知道會不會有點腥呢 好煩喔 好 那現在把它炒到 那個整個鮮香菇軟 而且會聞到什麼 香菇的香味之外 有... 一定要像這樣子 好 再來我們現在 豆芽菜 現在先進來 煮餃... 進來 進來以後我們來 我們再加 然後再米酒 米酒 胡椒粉先進來 米酒 對 還有米酒 因為等一下我們魚放 沒有放得比較多 對啊 米酒這樣可以去腥味 其他腥味出來 加滿多的耶 加兩匙進來 所以不用加水了 要加一點 然後鹽巴呢 把它加進來 鹽巴 一小匙進來 再那水 一點進來 好 這樣我們鍋蓋 稍微把它蓋一下 大概15秒 好 對 弄大火 然後等一下 炒好之後 我們鮭魚再放進來 要再煨嗎 還是不要嗎 不用煨了 就直接炒就好了 因為豆芽菜很快就熟了 這邊已經好了對不對 趕快把魚倒進來 倒進來 直接在裡面翻炒 整個味道就進到鮭魚裡面來 郭師傅的菜都很新 我們以前都沒吃過 真的 而且好漂亮 不然媽媽怎麼看 真的 好 那現在直接呢 就讓它出來 吃奶殺手 這個豆芽菜好多喔 好棒喔 對 好 現在好了對不對 再把柴魚整個放進來 裡面要跳起吧 對 來了 再吃了 在跳舞了 來 漂亮 現在最高度的奶精 柴魚好可愛喔 開動了 非常好吃耶 不夠 我剛剛有提到說 如果你要利用蛋白質胺基酸 來幫助生糖激素的話 就盡量不要先吃澱粉類的東西 對不對 對 所以這個蔬菜我們晚一點吃 我們先把這個柴魚 這個鮭魚先吃 然後吃一會兒以後 再繼續聊一聊 然後等一下再把這個蔬菜吃掉 那這段時間裡面 它就會消化以後 促進那個生糖激素 幫助肉質 對 而且口味都很清淡 也不會有過鹹的那個問題 對不對 而且真的好香喔 我覺得豆椰菜醬好香 然後鮭魚變得好美味 好爽口 而且那個鮭魚 變得提味提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是用 把鮭魚的油把它煎出來 然後再炒多了豆椰菜 好吃耶 那薑就在野油 真的 對 豆椰菜變得一點都不太好 想要不要續盤 好好吃 想要要續盤的人 沒關係... 整盤都可以給你 好的 但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不要忘了 這個身體堆積的脂肪 特別部位的脂肪 我們今天教了大家 很多的方法 希望大家可以注意自己的 這個特別是 腹部這段的肥肉 是的 然後讓我們的身體 都很健康囉 謝謝所有的專家們 謝謝嘉賓 謝謝 晚安囉 拜拜